法叔当着所有手下的面干掉了金库主管 只因为他办事不力 连金库都看不好 想见十一 其余几人面面相去 大气不敢出 法叔说我们都是家人 既然家族受到了损失 那就需要共同承担 从今起 每个人每月的供奉增加四分之一 在场众人敢怒不敢言 回去之后的鱼妈跟大胖说 法叔真的老了 竟当着我们的面枪杀元老 想必现在人人自危 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这天莉莉出门买菜 一伙蒙面人突然出现 打死了骨妖 杰子莉等头照拿下来发现 竟然是鱼妈 鱼妈说孩子让你受委屈了 但必须得这么做 因为我们的机会来了 随后鱼妈就用变声器 给法叔打去了电话 说莉莉在我手上 想让她活命就乖乖听话 还故意让莉莉叫了几声 法叔说好 你先冷静 你有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满足 只要别伤害你 看来法叔对这个莉莉是真的动起来 鱼妈说我不信你 我待会会找一个中间人 让他把条件传给你 随后就挂了电话 而此时正在和马哥聚会的企鹅人 接到了法叔的来电 说莉莉被绑了 现在急需要见他 企鹅人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鱼妈演的一场戏 他心中暗息 他的机会已到我 终于能干掉鱼妈了 于是就跟马总说母亲生病需要照顾 马总也没多想 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鱼妈用原声给法叔打去了电话 他说刚才有个人找我当中间人 调解你和他的关系 此时的法叔也不再装胡同 干脆挑明 对鱼妈说 我知道是你绑架了莉莉 我一直把你当女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听此 鱼妈也不装了 跟法叔说 你老了 该退位了 鱼潭需要新的老大了 看在你多年照顾我的份上 你可以安全地离开鱼潭 法叔说好 我答应 但我需要带走莉莉 鱼妈说 那你一个小时后过来吧 但他没想到 法叔答应得这么痛快 他不明白 为什么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会变成现在这般模样 法叔这边 我一刻多问法叔 我去办了他们吧 法叔却说不必了 既然大家都想让我退位 那我就退位吧 我也累了 你的任务 就是保护我和莉莉安全地离开鸽坛 刚说完企鹅人来了 直接跪在了法叔面前说 我接下来的话 可能大逆不道 但是我必须说 莉莉是鱼妈安插在您身边的眼线 是根据您母亲的样模 爱好 习惯训练出来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精品 听到这 法叔直接给了企鹅人一个大嘴巴 他不能忍受 别人拿他母亲说事 同时 他的心底也有一点不愿意相信 但企鹅人说 你想想我有骗过你一次吗 法叔仔细一想 确实企鹅人真的一次也没有骗过他 法叔的眼神开始变得犀利 刚才的颓废感瞬间消失 一个小时后 法叔来到了鱼妈这 他先把莉莉拉到面前说 你认识鱼妈多久吗 莉莉没有说话 但他紧张的表情已经给了法叔答案 随后 维克多等人就冲了进来 一人一枪指向了鱼妈和大胖 此时的法叔 轻轻地抚摸着莉莉的脸庞 双手慢慢下滑 最后死死地掐住了莉莉的脖子 最后神色悲痛地 活活将他掐死 法叔对于妈说 我能忍受你们的背叛 但是我无法忍受 你们用我的母亲来对付我 但我还得谢谢你 是你让我重新焕发活力 是你让我知道了我是谁 是你 让我想起了 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的今天 还有 我要让你见一位朋友 随后企鹅人一瘸一拐地 从后边走了过来 Hello Fish